第二集 苏仲星瞪一眼还攀在柱子上的林妹 伸手指点过去怒喝道 杜怪你 林妹努力偏开脸 想要避开苏仲星伸过来的手指 鬼使神差的却伸出粉红小蛇 舔了舔嘴唇 舌尖还调皮的翘了翘 打个卷 意犹未尽的缩进去 见着林妹的动作 苏仲星已是吓得缩回手指 却由自觉的手指一阵苏麻 那股苏麻感还向上延伸着 迅速慢至耳根处 耳根处很快的也发起热来 天哪 无耻成这样了 苏仲星不敢再待 落荒而逃 跑着去追罗明秀 转眼间就没了踪影 苏仲星一走 林妹呼吸渐渐平稳下来 脊梁骨一挺 身子不再软绵绵的 一时虚了一口气 悄悄地抹一把汗 回想刚才的会面过程 除了痛恨自己不争气之外 还是痛恨自己不争气 为什么男人一靠近 就会金苏骨软呢 苏仲星现在还不把他当淫妇看呢 天哪 这回彻底没脸了 之前赶路上京城 也免不了跟男人靠近的时候 只觉身子软乎乎的 不太有劲而已 并不像今天软的这般严重啊 难道是病情加重了 还是因为苏仲星身上的味儿 特别好闻呢 林妹咬牙寻思着 决定稍后悄悄寻访明依 看看能不能医好他这副软骨头 看看四下无人了 林妹挺直背 小碎步 很端庄地走路回房 带她回到房里 苏老夫人房里一个大丫头来了 进门道 林小姐 我们老夫人请你过去品茶呢 林妹不敢怠慢 忙随了丫头 到苏老夫人的房里 见得林妹来了 苏老夫人笑一言道 来来 坐我身边吧 说着 携起她的手 巧了巧笑道 你爹你娘过世了 你要照顾自己 笑道 小妹呀 听说你早起在梁亭 见着仲星了 仲星当着你的面 又追着明秀跑了 可有这事 苏老夫人 苏老夫人提起这个 是什么意思呢 自己才是苏仲星的未婚妻 而苏仲星追着罗明秀跑了 再怎么说 委屈的该是自己吧 苏老夫人是罗明秀的外祖母 她只有偏帮罗明秀的份 却是不可能为自己做主的 那么提起这件事 是要让自己明白 苏仲星只喜欢罗明秀 自己是外来人 该自动提出退婚 关于苏仲星和罗明秀那点情事 林妹在进苏府第二天就听闻了 一时抬头道 不敢瞒老夫人 苏大哥却是寻我说话 说到我纵失嫁于他 也未必幸福 我只是不明白 爷爷帮我定下的婚事 如何就不幸福了 后来表小姐跑了来 苏大哥追了去 我倒是明白了几分 苏太爷和林太爷 既然定下婚事 你们又不敢不承认 那么我就是苏正星 常常正正的未婚妻 苏仲星这般说话 却是逼我一个弱女子退婚了 极致他当着未婚妻的面 去追另一个女子 让外人论起来 自是他不对在先 不知道苏老夫人有何打算呢 苏老夫人没想到 林妹说话这般爽脆 到正了正 因林妹身边 只跟来一个奶娘 又不是正经长辈 她有些话 只能对林妹本人说了 伴上笑道 长辈定下的婚约 自没有悔婚的道理 只是 这头婚事 是小时候定下的 你们林家 有多年未有消息 苏家便以为 你们自己有想法 不想再提起这门婚事 因仲星和明秀 一起长大 两家便开始谈及婚事 没料到这个时候 你却来了 仲星和明秀 结实死心眼儿的 现下这般 却都为难了 见林妹低着头不接话 苏老夫人没法 指的又开口道 如今却有一个妥善的法子 只不知道小妹意思如何 老夫人请说 林妹垂下头 苏老夫人放下茶杯 拍拍林妹的手 有些歉意地笑了笑 小妹如果硬撑下来 我会让仲星好好待你的 总之 在府里不需给明秀 行正妻之礼 说着停一停 似是做出重大让步 这样吧 在明面上 你就和明秀平起平坐好了 林妹猛地抬起头 捧着茶的手一抖 她虽和苏仲星有婚约 但一来没长辈依仗 二来没嫁妆 实在是人微言轻 苏家肯承认这头婚事 是一回事 但要如何安排 这一头婚事 又是另一回事 只是万万想不到 苏老夫人居然想劝说她当妾 还一副恩赐的口气 她林妹 是好人家的女儿 几时要沦落成妾了 林妹神色间的变化 自然逃不过苏老夫人的眼睛 她有些微微的不快 一个父母双亡 无依无靠的弱女 有什么资格当重心的正气 这京城里结姻亲 谁不要看看对方家事门户 你这样无根无稽地撞上来 却也该有自知之明退一步 如今暗示几句 你就变了脸色 成了什么样子了 小妹啊 你没听明白我的意思吗 苏老夫人有些懊恼 外孙女和孙子一起长大 好事将近 突然跑来一个林妹 这叫人怎么办呢 当初爷爷为我定下婚约 时常叫到规矩 说到做人嫡妻 要顾全大局 如今表小姐 既是与众星大哥分不开 那便让她进门好了 只是怕表小姐不肯做妾 林妹放下茶杯 垂眼道 自然表小姐要是肯做妾 明面上也不用她向我行正妻之礼 只做姐妹相称就好了 怎么 欺负我一个弱女 想逼我做妾呀 这事可没门 你们苏家既然爱惜名声 不肯毁了名声毁婚 那么就该一婚约 正正经经地迎我进门当正妻 站在莲外的一个丫头怡人 听到这里 悄悄转身 出了院子 来到罗明秀的院子里 先令小丫头禀告一声 这才进去了 她这样说 罗明秀听完怡人的话 气得差点捏碎了杯子 抖着手道 她是什么东西 敢让我当 当 小姐可该赶早想个法子才是 宜人犹豫一下 这才到 那林小姐生得冒昧 姿态妖娆 就怕 就怕少爷多见几次 忍不住心软呢 宜人后边那句话可没敢说 心里却拿罗明秀和林妹比较了一番 不得不承认 两位小姐各有千秋 如果她是男人 也难以选择 罗明秀一听疑人的话 却想起早上在梁亭看到的场景 虽然苏仲兴后来吹上她 解释了好几句 但她心里还是极为不痛快 这会儿咬牙道 姨父忽媚呀 不知道想引谁呢 小姐 再如何 她可和少爷有婚约在身 若她一门心思耗在这儿 就是不肯主动退婚 那便难办了 罗明秀五岁 便进了苏府 和苏仲兴一起长大 两小无猜 虽未正式订下婚约 但无论是苏府其他人 还是她自己 都认为 她将来就是苏府的女主人 苏仲兴的正妻 今年八月 便是她急急的日子 急急后 两家自然要正式提婚事 没料到 会出现一个林妹 如果林妹有来头 有家事 有地位的话 再凭着那定下的婚约 她再如何不甘心 也得退让 偏偏林妹 除了婚约之外 什么一让也没有 在林妹进府后 她也隐约想过 或者最后解决的办法 便是让林妹当贵妾 再让一步的话 最多让林妹当平妻 只是万万想不到 林妹居然敢口出狂言 要让她当妻 罗明秀 扭着帕子 脸色阴郁起来 她父亲 如今娶了济世 和苏家早有些疏远 是只靠不上了 在苏家 她有外祖母疼爱着 表哥有枝根枝底 况且舅舅是汉林 在京城里素有名声 清贵已吉 更重要的是 表哥心里有她 再到哪儿 找一门这么好的亲事呢 不 她的将来 不能毁在林妹手上 苏老夫人 眼见林妹不上道 正要再婉转劝说 却有丫头来报 说她远在柳州的娘家侄女 莫夫人 带了少爷小姐上京城 现已到了府门口了 她一听 顾不得林妹 指着人去迎莫夫人等人 林妹暗叹一口气 默默回房不提 顾奶娘见林妹闷闷不乐 问清原因后 却有些不信 两位太爷定下的婚约 到头来 小姐若成了妾室 传出去 苏家的名声 一样会受损的 只要小姐谨言慎行 不出差错 苏家断无让小姐 作妾的道理 林妹究竟心中不安 南南道 我就怕会出什么意外 措手不及 应付不当 落人口实 顾奶娘摇摇头道 小姐一早 就和苏少爷定了亲 此事有信物和双方长辈作证 板上钉钉的事 罗小姐若是哭闹 却是逼着苏少爷 做那毁婚的不义之人 如今苏夫人 也亲口承认当年的事 又安排小姐住进来 这事是更改不了的 苏少爷虽有表妹缠着 总的来说是不错的男人 小姐可别为了斗气 答应退婚 可如果她厌恶我 婚后冷淡我 我也难受啊 林妹少女初长成 常憧憬爱郎 对她一心一意 清廉密爱的情景 知道苏仲新和罗明秀的事 心里还是不好过的 垂眼道 这么样成婚 也怕她看不起我 傻丫头 这世上的男人 都是不靠谱的 你要是把心托给她 最终就怕落一个 你娘的下场啊 信奶娘的话 苏少爷跟别的男人比起来 真的还算不错了 纵使不宠爱于你 至少不会让你饿着渴着 也不会无端羞辱于你 你要争取的是婆婆的欢心 将来生下儿子就靠着儿子 这辈子就圆满了 顾奶娘摟过林妹 叹口气道 哎 你爹娘还在的话 退婚就退婚 也没什么了不起 如今呢 确实万万不能退的 退了就没路走了 主仆两人说着话 另有苏夫人房里 一个大丫头来传话 说是苏府众人 迎了莫夫人一行人进来 要留他们住下 前头已是摆了席 要给他们接风 女眷另在内室窒息 苏夫人让林妹出去陪客 顺便先见见亲戚 林妹昨天在苏夫人房里请安 倒是听苏夫人提及 说到苏老夫人娘家在柳州 那地方山明水秀 进出俊秀人物 前届壮阅狼刘勇 就是柳州人士 算起来刘勇甚至和苏老夫人娘家 沾了一点亲戚 就是苏老夫人娘家侄女的儿子 莫双伯 在当地也颇有文明 已是中了举人 一定先上京城 但要明年参加科举 这回来了 苏家自然要打扫出境事 留他们住下 好专心备考 顾奶娘一听 让林妹出去陪客 却是喜上眉梢 认为苏夫人 这是要在亲戚面前 承认林妹的身份地位 一时忙着找衣裳 要给林妹换上